当然接下来我要教你如何把音乐放进去 因为刚无法做素材都已经搬进去了 所以他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什么 有跑街啊 有漫步啊 有篮球啊 甚至还有图片 对不对 我先把音乐放进去 请注意 这边有video区 这边还有audio区 video就是影片 audio就是音乐 好 我现在先把音乐 例如说这个音乐 spring音乐是什么 直接按住它 拖曳进来 直接拖曳进来 拖曳到 如果你拖曳到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他就不会让你拖曳 正常的拖曳 或者拖曳成功 那如果放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 成功了 而且一定要 拉到 看你啦 因为我会觉得说 通常我们应该都是什么 一刚开始 一刚开始的地方 就开始进音乐了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你把它拉进来 可以吗 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边 去拖拖看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好 那稍微请注意 刚刚负责 负责 听古典的同学 就要提供 几分 几分几秒 所以怎么提供呢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这个是 十 这是 分 这是 秒 最后一个就是 影格数 一般来说就是 一秒有三十格 一秒有三十格 这是影片的规格 好 那如果是那个 FLV的档案 就是那个 Fresh做的FLV档案 它只有十二个 OK 插在这个地方 好了 所以直接把它拖曳过来 大概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希望 五秒后开始播 那你就要搭配 这边的时间 有看到吗 五秒 然后你去 自己去调一下 看能不能放到 五秒放开 这样子的话 前五秒就不会有 音乐了 这样大家可以了解 通常应该都是 从一刚开始 就开始播音乐了 好 提供该门参考 那我就音乐的一个输入 就先介绍到这边 换你们来动手来去做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